被吸入恐怖游戏后我直呼 乖乖 这不就是严梦寐以求的灵异剧场吗 可当我看到我那死了800年的死鬼老公时 我哭了 我抱着他的大腿蒙女落泪 呜呜 你知道我这么多年守活寡 怎么过来的吗 他让我走开 说自己是恐怖游戏的大boss 我不信 诉了这么多年 先睡了再说 大boss变出柔软的触手 现在信了吗 很好很变态 我兴奋的将大boss压在身下 不是说好了 这事我在上面嘛 订阅恋恋推文 每天更新精彩完结文 证文现在开始 我悠闲的躺在贵妃榻上 一边拿着恐怖小说 看得津津有味 一边享受着188夫妻猛男 为我捏肩 做豪门太太不一定轻松 但如果作为守寡的豪门太太 那就不一样了 想到我那结婚没多久 就挂掉的便宜丈夫 留下的上亿遗产 我真是闭着眼都能笑出声 另一位188夫妻猛男 将车离子喂到我嘴边时 我突然双眼一黑 在恢复意识的时候 我就到了一个冰猛黑暗的小房间 我的外滩大平层呢 我被绑架了 正当我寒毛倒起的时候 耳边传来一道冷漠的电子音 欢迎新玩家陆宁来到本游戏 副本深渊古堡即将开始 请玩家尽快做好准备 难度系数SSS级 任务是找寻当年真相 温馨提示 小心古堡里的大boss 不要被撕成碎片 我好消息 我居然被拉进了刚刚看的恐怖游戏 坏消息 我才欣赏完了封面的诡异美男 既来知 则安知 小小游戏还能难倒我这个诡异深度爱好者了 我亮亮呛呛地爬起来 面前是一座被笼罩迷雾中的古堡 黑夜几乎要压到地面 一阵阴风划过 复古华丽的大门缓缓地自动打开 按照系统提示 我需要跟着管家到自己的房间 管家举着烛火走在前面 一身黑色西装走路时 皮鞋咯噔噔噔 我硬着头皮紧跟他的步伐 楼梯走廊上摆满了照片 能看出一张餐桌上坐满了小孩 男主人和气地举着酒杯 总感觉上面的有个人似曾相识 正要仔细看时 管家转过身 声音苍老浑浊 客人 呆走了 管家举着烛火照在脸上 他的眼球突出哒啦在鼻子上 嘴角咧到后脑勺 脖子整个180度转过来 身体却没动 看了那么多年的恐怖诡异题材 第一次这么具象化 哈哈 我屁颠屁颠跟上他 到二楼到房间门口后 忍不住夸道 管家爷爷你的脖子灵活性真高啊 说完还竖起大拇指 管家听后 站台诡异地笑 苍老冰冷的声音叮嘱我 记住 晚上十二点不要出来 借着墙壁的微光 我才发现他没有脚 小腿下面都是空的 我心有余悸地关上门 此时弹幕炸了 这些人倒大没了 一进来就是SSS级 我堵他遇到大boss不出十秒 必死无疑 不过这些人有点意思啊 跟没事人一样啊 我简单环顾四周 这间房间像是一个杂物柜 除了简单的一张床和谷中以外 其他地方堆满了杂物 跟我的外滩大house 实在是没得比 我得赶紧找到回去的办法 188男团还在等我的宠幸 叹口气 我收拾了一下床 躺床上面一会儿就睡着 晚上我突然尿急 窗外的月亮有些发红 谷中显示距离十二点还差十五分钟 我打算速战速决 顾不上手上蹭到粘稠的液体 我顺手擦了擦 没记错的话 厕所就在走廊的尽头 我去 他在干什么 他不知道十二点 他们就会出来吗 我已经能想象他的惨状了 提前默哀一秒 可惜了这么沙雕的小姐姐 奇怪 我越往尽头走越看不清 手在四周摸索 感受到类似门帘的东西 我就钻了进去 就在我一泻千里 身心放松时 却感觉门帘在我的头顶 一下没一下的扫痒 甚至有水滴在我的脸上 我心里咯噔 扑面而来的血腥味 让人不寒而栗 厕所门上吊着一只女鬼 血从脖子里面 源源不断地滴落在地上 还没到十二点 我深吸一口气 安慰着自己 在冰冷刺骨的气息靠近时 我猛地跑出去 滴答滴答的水声 在后面穷追不舍 我双腿止不住颤抖 却被地面的东西绊倒在地 我捡起来一看是断脚 目测四十码 他在干什么 还有心情 看多少码的脚 女鬼都要杀过来了 哈哈哈哈 我比较好奇 这脚有没有味儿 我心一横 把断脚使劲往后一扔 黑暗里发出一声闷响 终于赶在二十三点五十九分 回到了房间 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只剩下我的心跳声 我瘫软在地上 心里想 我要回家 我想我188男团的阳刚之气了 呜呜呜 弹幕又响了 在我看不到的地方 一个自带阴森气息的男诡异 出现在断脚前 阴森森的眼神扫过 断脚立马加起尾巴 蹦带离开 我靠 路宁铁定完蛋 惹到了大boss 他算是踢到铁板了 断脚可太有眼力见了 无备楷模 十二点整 鼓中发出刺耳的响声 窗外的月亮已经变成血月 门外的诡异有节奏的敲门 一下又一下 我赶紧蒙住头 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门外的动静逐渐安静下来 我正要放松警惕时 又响起杂音 是指甲深深嵌入门缝的声音 高跟鞋的声音 一下又一下撞进心中 伴随一声悠悠的低音 我知道你在里面 女诡异的声音尖锐刺耳 开门 女诡异开始疯癫的用拳头砸门 去你的 还想我屁颠颠送死 我内心紧绷着 捂着被子 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没过几秒 门直接被推开了 梁峰嗖嗖往被子里灌 不出意外 我悬着的心终于死了 此刻听见我内心的弹幕炸了 他要不要睁眼看看 进来的是什么 不敢看了 我赌错了 陆宁撑了二十秒 是古堡大boss 陆宁完了 这个地狱恶魔 杀人不眨眼的那种 等等 我惊呼 这鬼是真色 竟然在纹我的脖子 我小心翼翼睁他一只眼 面前一幕让我呼吸暂停 男鬼单腿半跪在床上 一只手冰凉抚摸我的脖梗 阴欲狠力的目光 死死凝视 刚被他咬出泛出血的脖子 这就是系统说的 大boss 怎么这长相 和我那去世的老公陈思年 一模一样吗 其实陈思年温柔优雅 对我是顶顶好的 尤其是在床上 简直没有比他在体贴的 可是好人不偿命 他死了我还是很难过的 我不可置信的抬眸 多年不见 我真的挺想他的 老公 诡异一脸诧异的看向我 他从来不会用 这么冰冷的眼神看我 我心间犯酸 突然就委屈起来 声音都带了微颤 老公呜呜 你这个没良心的 怎么才回来找我呜呜 我小泉泉不停落在他的胸口 可是他还是好冷漠 我受不了了 情绪更加激动了 开始哇大哭 他叫大boss老公 活腻了吗 不出意外 这个又是失血过多而亡的 而此刻的大boss 脸色愈发惨白 愣愣发问 你叫我什么 我依旧泪眼婆娑 不管不顾 撕心裂肺的控诉 老公呜 你个没良心的 害我年纪轻轻 就守活寡呀呜呜 你知道这些年 我是怎么过的吗呜呜 我记得我便宜老公 战斗力弱得跟菜狗一样 轻轻一推 就能倒地那种 瞬间斗志昂扬 凭我一己之力 就轻轻松松撂倒他 下一秒我才反应过来 这和真实世界是不同的 我被他双手束缚 暗倒在床上 凉薄的唇靠近我的脸庞 他的腹肌紧紧贴着我 幽冷开口道 别做死 可是我面对的是 陈思年的脸诶 我大平层里的188男团 可都是陈思年的周边啊 他盯着这样一张脸 难道不清楚 对我来说 这是怎样的诱惑吗 我此时身体微微发烫 小脸一红 脑子一热肚着嘴 对准那张俊俏的脸亲下去 俗话说 牡丹花吓死 做鬼也风流 何况这个鬼是陈思年 他猛了 没想到我还继续做死 开始抽身 想要离开我 我不知哪里来的力气 翻身将他压在身下 他眸中含义更深了一分 坠入冰窟的含义 松手 不然死路一条 我健壮压得更紧 他现在是我老公啊 死之前我都不敢碰一下 生怕他碎了 结果他还是碎了 可恶 我表现得十分霸总 我不松 你知道这样清汤寡水的日子 我是怎么过来的吗 呜呜呜 老公 快让你的亲亲老婆亲一口 我手十分灵巧地 压下他捏着火球的手 怒道 你居然想杀我 你怎么那么狠心 我为你守身如玉封心所爱 陈思年你这个负心汉 我不敢撒手 声嘶力竭地控诉他 大boss面无表情 被我压在身下 看不出任何情绪 给我闭嘴 声音夹杂冰茶 随即我脑子一黑 晕了过去 我心想 陈思年被改装了吗 那么忙 不愧是鬼 而此时 莫名黑屏又恢复得弹幕炸了 奇怪 刚才怎么直播中断了 是啊 刚才都看不到了 陆宁还活着 哎呀 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个胆大妄为的女人 居然没被大boss碎 我迷糊地从床上爬起来 系统提示音就响起 恭喜玩家陆宁 成功度过一夜 奖励参观卡片一张 请选择参观地点 紧接着就出现三个地点 供我选择 分别是地下室 一楼 二楼 怎么没有三楼啊 我昨夜明明看到 二楼上面还有一层 系统 考虑到新玩家资历 三楼暂时不予开放 SSS级任务 还怪好嘞 我凭直觉选了 看似危险度最低的可听 管家爷爷轻飘飘地 闪现到我眼前 镜头处的断脚 听到召唤 如动到管家裤脚下 组装完成 爷爷 你还会召唤术啊 厉害厉害 管家爷爷没烧条条 不满喜悦 我就说吧 露宁鬼灵精怪的 这都能夸上 他居然不怕 昨晚的女鬼 还倒挂在门上 原来我昨晚摸到的门帘 是他的头发 以后晚上 我宁愿憋着 我后怕地倒吸一口凉气 路过走廊时 我定睛一看 照片上的那男孩 怪眼熟的 我想起来了 这人没眼间 有点像我死去的丈夫 刚到一楼 就能闻到腐败烧焦的味道 客厅最中央挂了一张照片 是一个神情温和的中年男人 应该就是这个古堡的男主人 长长的餐桌上摆放着食物 几个小孩正在埋头 胡伦吞早的进食 我肚子也有些饿了 走过去拍了拍小女孩的肩 宝贝 你在吃什么 分给姐 话音未落 八个小孩气刷刷地抬头看我 鲜血染红他们的牙齿 他们刺着牙举起 还在扑通扑通跳的心脏 递到我面前 姐姐 是吗 一口同声 将我吓退半步 小女孩嘴边还叼着一块碎肉 笑起来很瘆人 姐姐不吃 姐姐不饿 我连忙摇头 结果我的肚子不合时宜地过路出声 直播中有人笑出了声 我可以说他又耸又大胆吗 怎么感觉路宁有些小可爱呀 每个小孩身上的衣服 都是被烧毁了 不难退出这里 发生过一场严重的火灾 几个小鬼跟在后面缠着我 非让我陪他们玩 我还在寻找线索 根据之前看的恐怖小说 一般都会有一本日记 或者记录过生活起居的笔记 会在哪里呢 这个厨房的吊灯 和别的地方不一样 这里的灯比别处暗 我正在认真思索 小鬼们开始哭闹 非要我陪他们玩 别吵 臭小鬼就是烦人 我吼了一声继续思索 小鬼们先是不可置信 别别嘴 然后嚎啕大哭 这一哭可不要紧 要紧的他们的哭声 吸引来了红衣女鬼 她额头鲜血淋漓 看上去触目惊心 却互读心切 黑色的长指甲 快要穿过我的脖子 声音沙哑 陪他们玩 周围变得寒冷刺骨 我笑容甜美 宝贝们 你们真是乖小鬼 来和姐姐玩吧 小孩鬼一下子被哄好了 快乐地跳起来 我抬头一脸谄媚 妈妈 这样可以吗 女鬼妈妈 面无表情点点头 然后拍了拍我的肩 顺利拿到吊灯上的笔记 系统声音再次响起 恭喜玩家顺利找到线索 真相即将解锁20% 我和小鬼们 玩起捉迷藏的游戏 他们负责夺我来找 把他们支开后 我抓紧时机 拿出笔记开始翻看 字迹有些模糊 能大概看出是采购薄露 意大利白松露 鹅肝 牛心 牛肺 在一旁都注明了高昂的价格 我在感叹古堡主人的奢靡时 翻到最后一页红色的大字 跑 突然 一颗头颅滚到我的脚边 渗血的眼睛 还盯着我 我被吓得腿软 根本跑不起来 急死我了 鹿宁怎么关键时候掉链子 来不及了 系统提示 捉迷藏即将开始 请玩家尽快藏好 不要被恶鬼发现了 厨房窗外的荆棘 开始猛然生长 向上一直攀爬 门缝里渗进粘稠的液体 就快流到脚边 灯光不断闪烁 眼前的场景变成了医院 所处的地方也变成了病房 倒计时开始 十 九 八 我还来不及反应 这能藏在哪里呀 最后一秒 我双手并用爬进床底 禀西宁神紧张地盯着门口 外面响起骚乱 有女人疯狂尖叫的声音 还有小孩在喊救命 似乎有什么东西出现了 高跟鞋一下一下踩在地面 片刻后敲门声响起 咚 咚 咚 三下过后 高跟鞋的声音走远我才松一口气 放松地等待游戏结束 下一秒 护士小姐就直接出现在病床前 手中提着一把刀 血一滴一滴落在地上 他猛然把刀刺进被子 诡异咧嘴大笑走向门口 不在这里呀 那么在哪里呢 我紧张地趴在床底捂着嘴 不敢呼吸 他咧嘴大笑 他的头诡异地从身体滑落 头颅在地面翻滚几圈后 直直地落到床底 脸上的歪歪扭扭的缝合线 鲜血咕噜咕噜往外冒 我差点被吓到晕绝 随即他开始争吟地狂笑 找到你了 无头恶鬼提着刀不掉 奇怪地快速朝我走来 我赶忙求饶 漂亮姐姐 饶了我吧 姐姐 你人美心善 大人不计小人过 放过我吧 弹幕里 陆宁认真的吗 苍天啊 这招管用的话 前面怎么会死那么多人 怎么回事 呃鬼停下了 我见这招管用 护士姐姐的脸微红 真的吗 我赶忙拿出自己脑中 所有形容词 你碧月羞花 沉鱼落雁 这招好像真管用 呃鬼有些害羞 是怎么回事 熟悉系统提示音响起 捉迷藏游戏结束 周围场景再次回到古堡 我从床底爬出来 心有余悸拍拍胸口 背后一身冷汗 恭喜玩家陆宁通过游戏 成功解锁真相30% 月色降临 我被系统安排到三楼卧室 三楼比想象中危险 刚走进卧室 就能闻到铺面的铁锈位 房内挂着辟邪的东西 镇压住院气 室内陈设都是欧式贵族设计 顶端挂着结婚照 拍婚纱照应该是开心的 可这个女主人表情失落 难道是不情愿的 为了印证我的猜想 身后的镜子隐隐作响 有什么东西封印不住要出来了 血液颜色越来越深 原本辟邪的绳子断裂 我僵直在原地进退两难 下一秒 镜子就破裂碎片一地 一双通红的眼 在黑暗中怨毒地盯着我 四周的家具都怪异地响动 黏乎乎的发丝 贴近我的脖梗 是照片中的女主人 我脸刷一下惨白 狠利的手指掐住我的脖子 看着我张红的脸 她又放开 再继续 好像很享受这个折磨 看着人慢慢窒息的过程 我心里暗道不好 老公 你再不出来 你老婆就真要没了 我被大手掐着脖子重重摔在底上 浑身颤抖 弹幕快速刷过 这鬼怨气太重了 根本没有办法 我没听错吧 她又叫老公 老公也没用啊 让大家担心了 我就是露宁大宝贝的老公 哈哈哈哈 听到我的召唤 还躺在浴缸沐浴的陈思年 一丝不挂出现在我的面前 被女主人 我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 抱怨道 你怎么才来 我发脾气 对着她的胸垂了两下 再晚一步 我真的要归西了 也不知道 她是不是看出我的害怕 伸手抱住我 一声不吭地拍着我的背 竟然是在哄我 哄人的方式 还是陈思年的味道 我的心立刻安定起来 就这样紧紧地贴着她 可毕竟她光着身子 很难不让人胡思乱想 想对她做点什么 我下意识地吞了吞口水 手不安分地四处游走 她的腹肌 什么时候练得那么坚硬 我扎扎舌 可惜死得太早没尝到 她拦住我正要往下伸的手 一本正经 既然不怕了 就从我身上起来 我不要脸地 赖在她的身上不肯下来 我怕 我怕 你听听我的心跳得多快 不由分说的 我就拉起她手放在胸上 扑通扑通 心脏跳得越来越快 我的脸熟透了 陈思年闪过一瞬的庆幸 见我沉浸在温柔乡 一把拽过衣服穿好 虽然隔着一层布料 触感依旧好摸 我一本满足 放开 声音冷漠 不愧是霸总 就是有魅力 我像树赖一样 牢牢地挂在她的身上 心中燃起固执水汪汪的大眼 蓄满了泪水 我不放 就是因为我太放纵你了 你才会走掉 她不告别走了 最后我只收到她的死讯和遗产 我当时要是拉住她 不让她一走了之就好了 泪水啪啪打落在她的衣服上 我告诉你 陈思年 当初是你非要娶我的 气氛都到这了 即使我这些年衣食无忧 此刻也像个无家可归被抛弃的怨妇 陈思年 你太狠心了 还装不认识我 我为你守那么多年寡 你知道吗 很快 她惨白的脸上 接接时时挨了一个巴掌印 那是我这么多年 守寡的怒气质 直播恢复时 大家刚好看到这段 面面相去不敢置信 陆宁的战斗力 什么时候变得那么高 速速交代 别让我做找不到瓜的茶 瓜子 西瓜 已准备 我吸了吸鼻子 发现自己做了好像有点过 我只好继续无理取闹 将眼泪全擦到她的衣服上 男人身形浑身一僵 叹了口气 像红小孩一样温柔地缓抱着我 被我逼得无奈地叹叹气 我将脸轻轻靠着她的胸膛 意料之中的没有温度 对不起 没能做一个好丈夫 从我们结婚开始 陈思年就忙得昏天黑地 常常半夜出门 这人怎么突然那么温柔啊 太久没有对我这么温柔了 啊 大boss真是露宁丈夫 我脏了 阴暗爬行扭曲 没见过这样的大boss 我又绷不住了 大哭特哭 宣泄着自己的情绪 他人太好了 给我留下那么多遗产 陈思年 你这只坏狗 等我出去就找新老公 我才不要一直为他守身如玉 我恶狠狠地威胁 还住他的窄腰 寂寞空归的日子 我才不要再经历一遍 那188男团我挨个宠幸 他身体瞬间凉了几个度 阴森森道 你敢 他太无情了 又凶我 呜呜我扁着嘴痘大的泪 从眼角滑落 我心中的小鹿开始乱撞 淡幕一黑 非礼无事 还和以前一样 是个爱哭鬼啊 阿宁 他刮了刮我的鼻头 宠溺一笑 我点起脚 缓住他的脖子 鼻息扑在他脸上 嘴唇慢慢靠近 附在他的唇瓣上 他微微一愣 大手附在我的腰 加身这个吻 亲得十分用力 我舌头胡乱往里钻 迷乱地呼吸 上下起伏的心 教我老婆 寂寥无人的夜 我的脑海中 只萦绕他的声音 老婆 我爱你 陈思年一把将我抱起 放在床上后 我瞄到了他站起来的欲望 到嘴边的鸭子的 还能让他飞了 我三下五除二 将自己扒干净 紧紧抱着他 手抚上他的欲望 对着他的唇 狠狠吻下去 陈思年 要我 缠绵的夜 屋外的雨 盖过我心融化的声音 在古堡第三日 系统官方的提示音响起 恭喜玩家陆宁 平安度过一夜 并完成真相 收集60% 昨晚怎么不通知啊 卧室里的照片 我仔细看了 女主人很明显 是不愿意嫁给男主人的 后面几张照片 是女主人抱着 一男一女两个婴儿 再然后是一张 在福利院照的 是男主人身边 围着一群小孩 系统 你昨晚干的那鬼事 我出来说话合适吗 大boss还不得灭了我 玩家需尽快完成任务 否则现实肉身 将灰飞烟灭 我缩了缩脖子 看着幽深漆黑的楼梯 心下一紧 攥着拳头 视死如归地往下走 举着烛火 往看不见尽头的黑暗走去 地下室 常年不见阳光空气中 弥漫着发霉的味儿 我捂着鼻子皱着霉 到最后一个台阶 烛火照明所见之处 却让我心下一紧 只见 遍地都是玻璃碎渣 碎渣边是一个一个的器官 一个满头白发的鬼衣 捧着心脏 一口一口地吃了起来 旁边的蛆还在蠕动 他双目充血 视若无人的啃食 满手是血 嘴角挂着碎肉 血水 我看 他是真的饿了 他吃得凶狠 眼珠子就掉落在玻璃渣中 空洞斜窟窿的眼眶 低头寻找眼珠 我手心都是汗 想要悄无声息离开 可是系统这个鬼 是真的游戏地下室寻宝 即将开始 请玩家做好准备 任务找出当年藏起来的日记 温馨提示 不要发出任何声音 小心死悄悄 系统机械音不合时宜的响起 我欲哭无泪 里面这个鬼衣一看 就是战斗力爆棚 这关好像还没有人通过路宁小可爱 妈妈希望你活下去 狗头眼见着鬼衣还在寻找眼珠 只能点起脚 沿着墙壁慢慢溜进地下室 小心翼翼地跨过玻璃碎渣 经过鬼衣时 他双手掀红 还在找眼珠 突然他回过头 我秉息凝神不敢动一下 全身都紧缩在一起 还没来得及喘气 他直接捡起玻璃碎渣 插入眼眶中 这怪物不是话中的男主人吗 他大门锁死了 我脑子里的闲也断了 他怒目猙獰 两行血落下来 瞬间我挤背发凉 陆宁小可爱 快跑啊 往哪里跑 门都关上了 默哀吧 逃不掉了 他步步紧逼 两只手越伸越长 我一个滑跪双腿 颤抖地跪在他面前 猛地一下 没有犹豫地 伸手扯掉两块玻璃 眼眶瞬间血肉模糊 伴随着一声惨叫 我心里不停磕头 抱歉爱大哥 你牺牲一下下了 等我结束 马上给你找你的眼珠 没有眼珠的男人 暂时失去威胁 现在陆宁还是你们的小可爱吗 灵魂发问 天杀的人贩子 我一眼就看出来 这是我的宝宝 这也太血腥了吧 我是不是应该闭眼看 总感觉也跟着眼睛疼 往里走 系统让我寻找日记 日记本是谁的呢 这间墙壁最下面 居然有人名 我蹲下来想找寻线索 名字像是用指甲硬生生刻出来的 一路月二路明三路径 八路辞九九号呢 九号的名字被擦掉了 看不清 我心中隐隐不安 我还在往里找 屋子里像是给小孩居住的地方 角落里还堆着几个玩偶 玩偶的眼睛肚子都被挖空 还没想明白 脚后跟被抓住 我看着眼前的小鬼 简直欲哭无泪 小鬼开始叫起来 姐姐 陪我们玩 我急忙竖起中指 虚 几个小孩衣衫蓝绿全是雪子 不过很听话地闭上嘴 手心传来一阵刺痛 小孩竟然扯了自己 已经破烂衣服 为我包扎 原来扯出玻璃时 我的手太用力了 被划破很多口子 我默默留下感动的泪水 发誓等我出去了 一定给他们买一件好衣服 还没等我收起情绪 一本布满灰尘的日记 就落在我的手中 这就找到了 我心中难言喜色 小孩们用眼神示意我 没错 就是那么简单 我举起这本日记 忍不住地捂着嘴笑起来 不过 我好像忽略了什么 一时却想不起来 弹幕疯狂提示 看后面 看后面 我框框撞大墙 路宁快跑啊 直到身后骚动声越来越大 我皱着眉 转头打算再次警告小孩 别发声音 谁知却看到一把大刀 朝着我的额头狠狠劈下来 男鬼穿着厨师服 神色英质 脚重重 舵得发了疯地冲过来 取我性命 原本还在身旁的小孩 已经被吓到角落 被黑暗吞噬了 完脱了 这次真的跑不掉了 黑暗搅碎周围的器官 带着新红色血液 一点点渗入地缝 全身的血液开始冰冷 我僵直在原地 千军一发之际 陈思年闪现到我面前 一把将我抱起 躲掉了致命一击 男鬼来不及躲闪 撞到墙壁 趁着空隙 我和陈思年 开始找出去的路 刚来的路 已经被墙壁封死 原本宽阔的房间 开始变得狭窄起来 身后的男鬼穷追不舍 诡异的男主人 不知什么时候 拦住了我们的前路 我的脸上浮现出绝望 老公 现在该怎么办啊 声音颤抖 陈思年仿佛在笑 想活吗 阿宁 废话 肯定想了 陈思年将我往前面一抛 一血的獠牙一把将我抓起 眼珠由于快速跑动 搭落在外面 我死死咬着后槽牙 将手中的笔迹 狠狠砸向他的眼睛 诡异的男主人眼球 直接爆裂开散落的眼睛 碎片崩了我一脸 男主人面色变得扭曲 跪在地上 一暗胡乱地抓起碎肉和玻璃 往嘴里塞 他的嘴被滑得四分五裂 我不敢多看一眼 回头时 男鬼已经被陈思年解决掉了 身后突然炸开火花 四周瞬间弥漫烟雾 陈思年就这样神色淡然 从烟雾中走出来 我瞬间腿软 软磨硬泡让他抱我 周围火光似箭 他宠溺一笑 陆宁 你真娇气 弹幕越来越激烈 有没有搞错 在恐怖游戏里面撒狗粮 这样不太好吧 我觉得男主人和男鬼 还可以再战斗一回 让我来 让我来撞开他们 我将头埋进他的胸口 耳锤悄然挂上红韵 快到光明处 陈思年把我放下来 只要有他在我就心安 还不忘调侃他几句 怎么 小戏狗那么一会儿就累了 陈思年帮我重新爆炸了伤口 细心嘱咐我 不要碰水 阿宁 我拽着他的手 慌乱地想叫他走 他站在原地沉默 我牵起他的手 走啊 陈思年 你快出去 他终于动了 往前把我送出去 你知道的 阿宁 我只能送你到这 我喉咙酸色哽咽 发不出声音 半嗓 只能威胁到 我出去就找小奶狗 他宠溺地摸摸我的头 你的正牌老公还在这呢 敢找我就打断你的腿 陈思年又凶又恼的 推着我往前走 系统机械声传来 恭喜玩家解锁真相80% 沿着仅有的路 迷雾之中是一座福利院 陆宁 别再玩水了 待会院长要说你了 奇怪 地上玩水的小女孩 和我名字一样 我想上前触碰她 她们就好像看不见一样 我数了数刚好九个小孩 我男孩中联系起 地下室墙上的名字 第九个是陆宁 我心里充满疑惑 可是我从来不记得 小时候的事 我跟在她们后面 走进福利院 四周破败不堪 在宿舍里 叫陆宁的那个女孩 坐在凳子上 悄悄写着什么 直到院长开始叫她们时 她悄悄将日记本 放进床铺下面 院长给她们的 粥里面放了些什么 不过一会九个小孩 都晕了过去 院长健壮 紧张地对着管家说 真的没问题吗 管家爷爷一脸安慰 这样能让他们过得好一些 院长泪眼婆娑地 送走九个小孩 系统提示音响起 恭喜玩家成功解锁 全部真相 下一秒 我就被传送回到 二楼的卧室 此刻卧室灯火通明 我心有余悸地坐在床上 翻开这本落灰的日记 2月5日 院长妈妈给我们 做了鸡翅拌饭 听说是好心人自助的 我看见妈妈的眼角有泪水 2月8日 我出去玩水了 陆月来叫我 告诉我 好心人来了福利院 我跑过去看 只见到一个小男孩 穿得好干净 还给我吃糖 陌生人的糖不能吃 我把糖放在枕头下 2月15日 院长妈妈问我们 愿不愿意去有钱人家 有吃不完的鸡翅拌饭吗 妈妈说什么都有 我不愿意 我想陪着妈妈 2月25日 院长妈妈没办法再养我们了 她说 是我自己没用 我们都哭了 妈妈我们上山挖野菜也行 3月1日 陆月滴血糖饿晕了 妈妈带来了一位老爷爷 醒来之后 我们就来到了一座城堡 3月6日 院长妈妈不见了 爷爷不见了 只剩我了 日记戛然而止 恭喜玩家顺利通关 真相成功解锁100% 下个副本 我们再会 翻外 陈思念视角 我活在父母的阴影下 性格变得孤僻冷漠 沉浸在这种痛苦中 一连便是一生 遇见路宁那天 我才十岁 金融危机席卷全球 街头巷尾都是失业的工人 整个世界都被迫沉溺在压抑中 我跟着父亲来到福利院 这里的孩子 穿着单薄的衣衫 笑容却如向日葵盛开那般灿烂 他们将碗中油绿的野菜递给我 清甜的香味在嘴中散开 常常被父母体罚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 我想我也是一个孤儿 和他们不一样 他们有一个一心爱着他们的妈妈 我什么都没有 像一个七鹰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 我将口袋里的糖尽数留给他们 晚上 父母挂着令人站立的微笑告诉我 你喜欢那些小孩是吗 我们把他们接回来给你当玩伴 第二天 九个天使般稚嫩的面孔出现在大厅 父母亲自向我介绍他们的姓名 陆月 陆明 陆静 陆祠 陆宁 我天真的相信 父母是爱我的 即使夜晚被皮鞭抽得皮开肉绽 尖锐的刀尖扎得鲜血直流 我想 没有父母会被爱自己的小孩 对不对 鲜活的生命到来 让这个死气沉沉的家里充满了欢声笑语 我在他们的陪伴中逐渐走出童年的恐惧 我开始迈出家门 和正常人一样在阳光下奔跑 回过头时 父母就站在我们身后慈祥的微笑 我心想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没过几天 餐桌上摆上了三颗煮熟的牛心 那夜窗外黑夜狂舞 父母悄无声息出现在床前 我看着猙獰的脸不敢相认 那晚的月亮 紧闭双眼 听得我无助的哀号 醒来后 三个小伙伴消失了 阿宁将糖还给我 认为我更需要甜一些 第二夜 又是熟悉的菜谱 三颗牛心 父母强迫我吃下一口 第三日 又有三个小伙伴不见了 父母封锁的地下室 血腥味越来越浓 管家爷也不见了 我拿走钥匙走进地下室 隐隐地不安 心脏更是扑通乱跳 满地的鲜血 很快进尸我的鞋 眼前仿佛是屠宰场 我找了所有房间 只找到被绑住的陆宁 我要救出他 可父亲发现了 我们提着刀 漫不经心地在后面追着 我们像野狗野猫 在四处逃窜 院长妈妈冲出来 刺瞎了他的双眼 我捂住阿宁泪流满面的眼 母亲亲手点燃了火 在火光间猙獰狂笑 将一切罪恶都留在古堡 我和阿宁都是一个 没有家的孩子了 阿宁时常哭 梦里睡得不踏实 我紧紧抓住他的手 低声向他道歉 对不起 说我们毁掉了你们的幸福 我不想要阿宁和我一样 活在痛苦中 于是我找到心理医生 催眠了阿宁 等他醒来 一切都忘了 忘记小时候的痛苦 也忘记曾经的我 他只记得 要和我有一个家 我始终在痛苦中行尸走肉 不能忘也不敢忘 那么多条人命 那天 我踏出家门 给阿宁留下了一生无忧的遗产 也终于可以赎罪了 愧疚和自责 要将我淹没 我将自己困在恐怖游戏里 一次一次渴望拯救他们 番外 院长视角阿宁长大了 我变成红衣女鬼 站在她的面前时 她已经认不出来我了 没关系 她活着就也是我最大的心愿 失去当初那段记忆 对她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当初的九个小孩 只剩下她一个了 我收养了很多个小孩 靠着积蓄和政府补助 养育他们长大 很多小孩都被领养 只剩下他们九个 他们一直很乖 我们的大家庭幸福和睦 可好景不长 经济下行 街上都是流浪的人 一片黑暗笼罩在上空 我嘱咐他们不可以再出门 我宁愿东跑西跑 也要为孩子们找到食物 为了活过这个冬天 男人不肯接的活我都接 多少的苦我都愿意 回到福利院时 他们上山挖了野菜 甜甜的叫我 妈妈 我抱着他们心中不舍 陈管家找到我说 陈府愿意资助我们 此时我已经游进灯窟 不过多久就要撒手人寰了 我买了鸡翅 为他们做了香喷喷的鸡翅拌饭 孩子们围着一张 稚嫩的脸庞和甜美的微笑 我问他们 愿不愿意去有钱人家 孩童总是单纯又可爱 有吃不完的鸡翅拌饭吗 我点点头 不让他们看见眼角的泪 阿宁摇摇头 几个小孩也摇摇头 工作时我又吐血了 真的时日无多了 月月因为缺营养又晕了过去 一切都快来不及了 我把迷药放进他们碗中 送走了他们 临走时 管家告诉我会定期送来照片 他为了让我放心 告诉我夫人和老爷都很喜欢小孩 他们已经生了两个孩子了 想多要一些小孩陪伴在身边 明知道是菊 但我也想赌一赌 即使到古堡做一些苦茶室也好 别叫我的孩子们饿死在这个冬天 听说陈老爷是个大善人 我躺在床上 双眼浑浊 已经看不清孩子们的脸了 一开始 管家每隔两天 就会送来一次照片和一服药 后来隔了五天还是没有来 我不放心 悄悄从后门溜了进去 却看到令我胆战心惊的一幕 只见老管家双脚被砍去 双眼被挖去 惨烈地倒在我的眼前 他称了最后一丝力气 告诉我快走 这个古堡男女主人 不仅杀人如麻 还食人肉 整个古堡浸泡在血水当中 厨房内我找到一张采购单 牛心一个二十万 一共九个 贵族财阀 不识人间苦痛 他们聚在篝火前 轻易扯走一层皮 一个心善的女仆 将我藏进二楼杂物柜中 告诉我 孩子们在地下室 晚上可以溜进去就走他们 古堡的女主人 是被男主人强迫结婚的 她病态地想要折磨 这座古堡所有人 包括她诞下的一儿一女 小女孩体质弱 被她折磨不过几日 就去了天国 男孩被关在三楼 她的恶魔父母 时常在深夜 出现在她的面前 拿着皮鞭和匕首 在她身上扎出血窟窿 第二日 女仆死了 被倒挂在二楼尽头 死不瞑目 我赶到地下室时 这里已经没有孩子了 血腥味弥漫整个屋子 男主人一脸贪恋 捧着一颗血淋淋的心脏 出现在我眼前 手术室里活生生 躺着八具尸体 幼小的孩子被开膛破肚 鲜血流了一地 肠子全部暴露在外面 小男孩死死捂着阿宁的嘴 不让他哭出声 我赌输了 心中无尽的悲伤 我用偷偷藏起来的匕首 扎进男人的眼中 血肉模糊 他愤怒像野兽一样 将我撕碎 啃食我 我浑身颤抖 手想再次触碰我的孩子 我和我的孩子终于在一起了 我附在他耳边 捏如之唇 跑 恐怖游戏风靡全球 一片荒地上站着一个女人 请再三确认是否进入游戏 难度SSSS级 至今无人生还 确定 全文完